男子被当成勇者召唤到了异世界,他却干起了昏君的勾当。 今天小敏给大家带来一部奇幻电影《时空穿越者》。 未知宇宙里一个不知名的奴隶之王国里,国王是一个瞎眼巨人,并且好吃人类,许多被奴役的穷苦百姓都惨死在他的口中。 好在根据古老预言,将会有一个盖世英雄从另一个世界而来,带领百姓杀死国王,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巫师用古老的法盘操持法事,随时准备迎接新王的到来。 而在现代社会里,瑞米时常感觉到自己在往地面下陷,他不知道那是即将穿越时空的迹象。 生活中瑞米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,他只是一个油画修复师,不仅工作一般,而且还性格懦弱。 原本有一个好妻子,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,但是现在妻子有点厌倦无聊的瑞米并打算跟他离婚。 更让瑞米恼怒的是,妻子居然把男朋友带到了家里。 瑞米气愤,但又无可奈何,只能默默忍受。 巫师可不知道自己期盼的救世主是个无所作为的小人物,召唤的法事如常进行。 于是,瑞米在被淹的工作室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穿越经历,当他突然沉入水中载起来时,已经在古代的河流中。 可这次穿越只持续了几分钟,瑞米又回到了现实社会。 而瑞米现实生活中,工作室被淹,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。 没多久,第二次穿越就发生了,瑞米能明显感觉时间在逐渐静止。 穿越很清晰,但却穿错了地方,因为他直接出现在了巨人的领地。 士兵非常凶残,他们想抓住这个来历不明的人。 追着追着,就把瑞米逼到了巨人的巢穴,巨人以为是送吃的来了,张口就咬。 还好危机之时,瑞米又穿回来了。 这可把瑞米害苦了。 八成是巫师们经过前两次法事有了经验。 第三次穿越,瑞米成功出现在那颗传说中他应该出现的树上。 瑞米一来那是万民欢腾。 大家让他施展一下飞翔的功夫,展露一下救世主的威力。 瑞米被搞晃了头,当真一跃而下,结果是摔了个大跟头。 下面巫师和瑞米好一阵解释,他才知道自己的使命。 瑞米赶紧解释自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。 可是老百姓根本不放他走,瑞米一推再推。 百姓们见瑞米不肯出手相救,直接把他关进小黑屋逼其就范。 还好没关多久巫术期限就到了,瑞米再次穿了回来。 此时他学聪明了,一方面开始从网上查找他所听到的年代以及人物。 可是却一无所获,另一方面他开始锻炼体魄以备不时之需。 接下来的穿越就没那么意外了,这次他再一次来到部落。 他不是很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事实,那就是当这群人的新王。 瑞米要做的第一件大使就是打破迷信,走出禁锢他们生产生活的圣地,去建造新的家园。 迷信的百姓好不容易才跟瑞米走了出去,没多久就被巨人的两个士兵拦住了。 瑞米好歹是领头的,不得已而投入了战斗,其他一群人麻木得很,根本不敢上。 瑞米运气还算不错,意外杀起了对方一个士兵,这是他在子民面前第一次展示雄威。 可巨人怎么会忍受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带领他的奴隶们造反? 于是一场大战一触即发,瑞米赶紧穿回现代,他开始努力学习兵法。 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的通通拿来研究,并且在家摆了沙盘研究排兵部阵。 当然除了带兵打仗,现在瑞米好歹也是国王了,此时不享受国王的待遇更待何时呢? 于是在训练士兵的间隙,瑞米开始扩充自己的后宫部队,玩飞燕兽一个都不缺。 现实生活失意,在部落却是无比的得意,玩归玩,打仗才是正事。 瑞米给部落的人做了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武器——弓箭,自己诱敌深入,成功拉到了敌军的仇恨。 然后自己钻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书筒里,一时间万箭齐发,敌军变成了一个个活靶子,一举打败了军人部队。 现在的瑞米在百姓心中彻底树立了微信,此时的国王可不是打酱油的了,成了一呼百应的真正皇帝。 因为瑞米穿越到古代,现实的时间会暂停,所以他可以放手在古代建造宫殿,建造城市大兴土木,酒池肉林,为自己的爱妃建造玫瑰花园,还把现代汽车科技带过去。 而瑞米平时画画芒娜丽莎什么的逃一下情操,但是巫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,瑞米还是得回现实。 不过现在的瑞米已经不是以前的瑞米,一国之君的尊严已经深入他的内心,对老婆的男友展露出了一个男人该有的雄风,一下就震慑住了对方。 这一幕让瑞米老婆着实大吃一惊,瑞米也一改以往温娜费的样子变得十分慢。 可是古代的国王经历也没有其他用处,他想换份职业, 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人看得上他。 瑞米觉得回部落当国王比现在强多了,甚至已经不想再回现代了。 但是很快问题来了,因为瑞米无休止地要求国民休着休纳,而且内心膨胀的厉害, 老百姓已经被压榨得起了反应,一群不再拥戴瑞米的平头百姓直接闯进宫殿造反, 还好他还有一群忠实的护卫保着他回了现代。 瑞米总算认清了事实,官军也不是这么好当的,干不好还要被百姓烧死。 看样子修化才是自己的正事,可瑞米不想再回古代,但是那边的巫师可不答应。 一通法事过后,瑞米身不由己地又穿了过去,只是这次穿越有些不一样了, 因为这次现实的时间没有停止,瑞米的肉身当场昏迷, 同时以为他得了什么病,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抢救。 而瑞米的意识化作身体进入了古代,这次他出现的地点是巨人的巢穴,去完成他最后的使命。 在这个地方不是你死就是我活,巨人早就想吃掉瑞米,马上展开攻击。 瑞米已无退路只能应战,只是没想到这次打斗并没有想象中的残酷, 因为没几个回合居然就被瑞米杀了,巨人真是中看不中用。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,根据古老预言,百姓要吃掉瑞米。 随后无时把法器丢进火盘,如果法器烧毁,他将永远无法穿越回去。 瑞米可不想死啊,他赶紧逃跑,好在瑞米当国王的那些日子,对自己的王妃还有侍卫不保。 他们拼命保护瑞米,还把法器从火中取出,丢入河中。 一通大混斗后,他穿回了现代,巫师没有了法器,他终于可以摆脱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了。 而现实中,瑞米夫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思考,发现他依然爱着瑞米, 而自己也从未跟情人有过亲密接触。 所以他请求瑞米原谅他,两人重归于好。 瑞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,最终接受了妻子的道歉, 一家人再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而至于瑞米的穿越境里,在别人眼中或许是黄疗一梦, 但是却让瑞米重拾自我,还当了把婚君过足了瘾。 我是爱想故事的小敏,咱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